大家好,这里是一二水族啊 我已经三天没有来工作室看这个鱼缸了 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直接死了三条鱼 不过这里面我特别喜欢的这一条还在这边的 依然安然无恙 咱们看看它有哪些特色啊 身体都是白色的 尾巴是红色的 然后看一下 这个小脸蛋 眼睛是红色的 然后它的嘴唇也是红色的 这是偷了谁的口红抹上去的 就是这个体型 有点一般 这里还有一个我喜欢的鱼 就是它 就是它 先看看这个小脸蛋 可爱不可爱 这条鱼真的是一个特色鱼啊 这花色 好看不看 看它的鱼鳍 六个鱼鳍都是红色的 那这种算不算所谓的十二红呀 你看啊 它的鱼鳍六个是红色的 尾巴嘛咱们一般都说四尾双层鳍 那就是四尾 四加六那就是十 那么它们的眼睛呢 只有两个也是红色的 那就是十二呢 那背上这一块红色算什么 那就是十三红 我还没听说过这个十三红呢 这个怎么算 正所谓始于红白 终于红白 看到没有 我鱼鳍里面所有的鱼 都是红白系列的品种 这个红白是经典 但是鱼鳍里面 全部演上红白之后呢 又会感觉缺点什么 你们感觉像我这样的鱼缸里面 应该再搭配一点什么样的花色呢 你比如说奶牛 奶花 雪豹 冬末 虎皮之类的 好了好了 它们的营业时间也结束了 咱们为它们吃点饲料 你看你看你看 全滚过来了 好吃不好吃 那个怎么头上下了 去边去 苍蝇 你也过来表演 造 评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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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似